接近聖诞,很多人都相信来这个工具店 去买一些纸箱,去寄礼物给家人的了 现在的包裹都要提前寄的 大家好,我今天就去了Cosco 看到这只三文鱼也挺漂亮的 而且它是没有皮的 这里应该是半条的filet 就是大西洋的三文鱼也挺肥美的 我买了四扇,每一扇都是十五个多 我家的三文鱼吃得很多 所以我买多一点也不怕 买回来,如何处理它呢? 我会是半条的filet,分开三件 是不是很漂亮? 它是没有皮 我会是分开 独立包装,先用保鲜纸包装 你不可以这样就放入sip lock袋 它会干的 独立包装的时候,先用保鲜纸包装 然后再放入sip lock袋 我真的很喜欢吃三文鱼 我多数来是怎样吃 其实三文鱼是很多种吃法的 香煎,焗三文鱼 很多人就趁三文鱼季节做烟熏三文鱼 相信住在加拿大的人 个个都会做的 这个烟熏三文鱼 鱼季的时候 很多鱼厂都有教你怎样做 我将它来蒸梅菜 为什么会三文鱼蒸梅菜呢? 其实有一道客家菜就是梅菜蒸鱼 在加拿大你想找一件鱼的宗籍也很难 就算被你找到也好 那些鱼和你在南中国珠江三国洲那边吃的脆肉鱼 根本上好像都不同品种 不是那样鱼来的 完全都不是那样东西 从鱼肉的味道 到鱼肉的口感 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的超市 就算是卖鱼也好 很多人就去买鱼头 或者买鱼尾 用来煮汤 如果你想买鱼或者大头鱼 拿来像香港 或者是港府人吃的脆肉鱼 你是煮不出那种菜式出来的 你如果想吃这道菜 你就去用其他鱼来代替 既然在北美洲 你都找不到脆肉鱼来蒸 鱼鱼也没得买 我很多时候蒸什么呢? 我试过蒸的油水汁鱼 都不行 那种味道不够 不好吃 我反而用来蒸三文鱼 又快手又好吃 三文鱼很快熟 我会买这一只石奥 这个鹤咀梅菜 它是这样一包的 我会用这些甜梅菜心 蒸猪肉 即是肉饼 或者是蒸鱼 我就浸两棵来蒸这个三文鱼 浸洗了它 没了沙 切肉之后 这种梅菜 我会先下锅炒一炒它 用少少油 少少糖 我再铺下鱼面蒸 三文鱼很快熟 放些葱花进去 碗里 然后烧热些油 沾到葱里 再淋在梅菜蒸鱼上 非常好吃 也很惹味 好了 现在我去做这个步骤 今天蒸两件三文鱼 这些姜是有机姜 所以我不会去皮 我觉得这些姜皮也很有益 放些姜 先放些姜 等一会儿梅菜 爆好了 再放些梅菜 梅菜头上有少少硬 我们就把它扔出来 很多时候只用梅菜叶 我都喜欢梅菜叶 都放进去 这些葱就搅热油 就淋在鱼里就可以了 先爆一下梅菜 爆一下就比较香 再拿下去蒸 不过程序 可以不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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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程序 现在是吃东西的味道 这个三文鱼 已经放了少少姜 现在就放上面 梅菜 现在就拿去蒸 蒸大约6分钟 这件鱼就熟了 鱼已经蒸好了 我们就把鱼放入鱼水 鱼水 鱼水我们不要的 然后我们在这些葱里 灒点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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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放少許味淋 然後放少許煎魚汁 再加少許蒸魚豉油 加大約半茶匙 這個我放了1.5茶匙 不要太鹹 因為是冷盤的菜 你做得太鹹就不好吃了 我放什麼呢? 我放麻油 放多一點點麻油 這樣就攪好了 你吃這麼多就放這麼多出來 其他可以放進盒子裡 密實盒子裡是放的 好了 梅菜蒸三文魚就蒸好了 我今天除了梅菜蒸三文魚 還有一個涼拌大豆芽菜 還有一個豆醬 燜茄子豆泡 這些都是比較野味的菜 有時候冬天都希望吃蚊菜的菜 或者有些重一點點口味的菜 好菜飯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